正經關不了 關不了正經 各位同學大家好 昨天呢 我們大家連續兩天 拜讀了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的 現在的公訴檢察官 劉成武的大作 他交出來第一份作業 叫做補充理由狀 那整篇補充理由狀呢 有11頁 前面9頁半 都是在抄各家的學說 那我還沒看到 这些各家學說 跟劉成武檢察官的 證據法則 跟他的推理 跟他的邏輯 有任何的關聯 希望後面還有理由補充狀 不過我大概可以揣測到 劉成武檢察官的用意 這整個第一頁 他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是說 這整個第一頁 他講了一大堆學說 蔡敦明的學說 這個學說 他只是要表達一個概念 就是 直接證據呢 跟間接證據之間 只要有關聯 間接證據 直接證據 都可以成為證據 好 他的意思就是 直接關係 間接關係 都可以作為證據 但為什麼要這樣講 法界有朋友提醒我 我恍然大悟 因為 劉成武檢察官 看完了黃偉的起訴書之後 他知道 這整個案子裡面 完全沒有直接證據 可以證明蔡同學已經拿到了學位 所以 他才說 他間接證據跟直接證據 間接的關聯性跟直接的關聯性都可以 是這個意思 我終於恍然大悟了 他講了半天的學說 其實只是要為他後面的辯護 鋪一個梗 因為直接的證據很簡單 就是那個合法的畢業證書跟合法的論文 其他的什麼指導教授寫給他的信 註冊組寫給他的信 他有繳學費 他有入出境資料 這些東西都是所謂的間接證據 就我看來 他根本就不是必要的證據 根本沒有意義 待會我們再來上一堂課 所以他說了半天 間接證據 直接證據 間接關聯 直接關聯都可以 是為了他後面的辯護 來做鋪路 因為他拿不出直接的關聯性 就是說他拿不到直接的證據 所以他就要間接的證據 間接的關聯性 來證明蔡同學有博士學位 那這個怎麼辦呢 宇宙知音學院的同學 如果上過我的研究方法課 應該知道 這一句話就解決了 待會我們再來談 一句話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同時 他在整個的第二段的論理當中 他一直在講一些所謂的邏輯性 那他也在第二段談到邏輯 那我昨天也講了 我說這個是邏輯 另外這也是研究方法中很重要的因果關係 你不能用關聯性來取代因果關係 我想各位同學如果聽懂了 一定會覺得 拍案叫絕 對 沒錯 關聯性怎麼可以取代因果關係 因果關係 關聯性只是因果關係中的要件之一 還有很多的要件 但你不能用 這個明朝的界去斩清朝的官 簡單的講就是這樣 清朝的界去斩明朝的官 所以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事情嗎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在劉成武檢察官的這個第一份作業 他提到了第二頁 第二頁 他講的很有趣 他第二頁的他只有一個目的 他在講舉證責任 他提到了一個什麼蔡敦明的學說 叫做二次舉證責任之類的 好 他講什麼東西不重要 重點不在這裡 他要表明的意思就是說 我公訴檢察官固然要負舉證責任 可是你被告也要負舉證責任 因為當我的舉證責任被認為合理的時候 如果被告不放棄答辯 那被告要舉證 證明我說的是不對的 這個其實是劉成武檢察官的法學素養 到此可見一般 今天無罪推定原則是 你要證明我有罪 那要證明兩個要件 第一個 我確實有說許許多多誹謗蔡同學的言論 可是我看到整個黃偉的起訴書上面 他所引述的所有時間點 到這個1月11號 雲雲 20就是選舉投票那一天 2020年1月11號 我還是蠻斯文的 我說的東西都有憑有據 除此之外 我說的話都給自己保留一點點的台階 所以我所有的論述都沒有什麼直接可以傷害到蔡同學的 因為我講的東西都是就一些事實跟我的觀點 而且我說我在評論一個觀點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說這個有幾種可能性 好 那姑且不論我到底有沒有傷害到蔡同學的名譽 看起來蔡同學是有一種被傷害的感覺 那我很抱歉 因為我只是講實話而已 好 那你必須先舉證 我有傷害到蔡同學的名譽 那你不能夠只是不看好 就不完全看完我們的政經關不了 我們政經關不了是2019年的5月1號 一直播到今天2021年8月份 我們還在進行當中 而且沒有一天不談論文文 那你檢查過怎麼可以斷章取義呢 你要嘛 你就要把整集的逐字稿 一個一個列下來 列多少呢 列700集 如果你要列到2020年的1月11號 對不對 那你至少也要錄個400集 你才能夠證明我所言 你不能掐頭掐尾斷章取義 從中截取一段就來指控說我毀謗 這個不是一個認真的檢察官應該做的事 好 縱使你把這些東西全部都拿出來 你還要證明一件事情啊 我所言不是事實啊 所以你流程無檢察官公訴檢察官要證明我說的不是事實 不是讓我去證明我說的是事實 這麼簡單的舉證責任這樣了解了嗎 你說我妨害你的名譽 對不對 那你認為我犯法嗎 舉證責任在誰呢 在你啊 因為你說我犯法啊 那你怎麼說我犯法呢 你就說哦我說他的這個論文不實 這個這個學位不實 學位作弊論文作弊 那你就要證明 我說的不實意思就是說你要證明蔡同學的論文是真的 學位是真的 那怎麼會叫我去證明他的學位是假的論文是假的呢 舉證責任 不是這樣子反轉的啊 所以你檢察官要證明我說的話是假的 而且妨害名譽 如果我說的話是真的那就沒有妨害名譽的問題啊 對不對 就好像有人說 呃這個彭P啊 是這個呃 嗯 博士學位 真的 他是真博士 那講的是真的啊 就沒有什麼好妨害名譽啊 好 比方有人說彭P唱歌很難聽啊 那我覺得也沒有妨害名譽啊 因為我比誰呢 我比費玉清確實是難聽很多啊 那這個事情也沒什麼好爭辯 對不對 那就沒有妨害名譽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爭辯 那你就要證明我說 我唱歌真的很難聽 你要你要舉證 對不對 不然的話我去告你妨害名譽 那會成立 所以 所以這樣的一個舉證責任的的的來來回回 好 我剛剛這樣講 那所以你看你誰告誰嘛 如果是檢察官要告我 檢察官要舉證啊 他說我犯罪 他要證明我犯罪 所以就這麼簡單的道理 沒有這個叫這個呃 就是被告 自證自己無罪的道理 可是劉成武檢察官 在他的第二頁的這個理由補充狀當中 寫了很多的學禮 什麼蔡敦明的學禮 民國84年如何如何 民國84年如何如何 他的目的都是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他想要把舉證責任 甩鍋甩到我的身上 哎我的律師不是吃素的 我律師看完以後就說 劉成武應該很久沒讀書了 好 他說這個司法心智啊 有一個新的這個理論 在司法 心智做了一個解釋 就是在民國的 民國93年嘛 有一個司法心智出來 這個司法心智呢 是一個當事人進行主義的 這樣子的概念 也就是說 今天被告他有權力來指揮這個整個案型的進行 他有權力去要求調查某些證據 不是只是站在一個檢察官跟法官站在同一條線上 他消極的去做答辯的 不是這樣 更何況就被告的人權來講 要先認定被告是無罪推定 檢察官要積極的證明被告有犯罪 這個才是檢察官的責任 好 所以我看起來 呃 劉成武檢察官從引用的這一些文獻 多半都是很老很舊的文獻 都是一些 我不敢講 他是過時的司法概念 但是他沒有跟上司法改革跟司法人權 與時俱進的 一個人權保護的大原則 好 今天 昨天呢我講的因果關係 我覺得今天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來討論 就是除了要證明被告有罪需要因果關係 要證明蔡同學他的學位是真的 要有因果關係 另外要講的是 今天檢察官如果要證明蔡同學的學位是真的 論文是真的 他必須要拿出充分條件 而且要符合 穷上窮必落下黃泉的所有的必要條件 來我待會來好好地花點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下什麼叫做充分條件 什麼叫必要條件 就是你要證明蔡同學1983年有畢業 然後取得1984年的倫敦大學政經學院的博士 法學博士 那麼要取得這個法學博士你要證明他是真的 他必須要有一些必要條件跟充分條件 那如果違反了充分條件或者違反了必要條件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呢 那在什麼情況之下只要一刀斃命就可以證明蔡同學沒有 博士學位呢簡單的講只要有一個必要條件不符合蔡同學就絕對不可能拿到博士學位就這麼簡單 那有什麼東西可以當成蔡同學可以拿到博士學位的充分條件呢 答案是沒有 要證明一個人有博士學位 他必須符合博士學位的每一項必要條件 那你說彭P你講別人講這麼嚴格你能你能接得起檢驗嗎 我當然可以接得起檢驗 只要你告訴我 這些東西是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必要條件 確定它是必要條件我一個一個都可以展現出來 這就叫做 爭鎬的博士 曾淼洪博士也是爭鎬的電気博士 為什麼 因為取得博士學位的必要條件它全部都符合 好 我們待會呢會來看看什麼叫必要條件 什麼叫充分條件 昨天呢我們講了一些因果關係 我說因果關係有三段論法 第一個就是因要在果之前 第二個就是因跟果之間要有高度的關聯性 第三就是因果關係的這個關聯性不能夠被第三個其他的變數所左右 這叫做證明有因果關係 那有很多同學留言啊覺得有一些收穫那給我很多勉勵 很謝謝大家 那我這邊特別的收到了一位在國際很有名的就是一個國外的很有名的律師大律師事務所的大合夥人 寫了一封信他是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 非常這個認真的同學美籍必看的同學 他寫了一封信來勉勵我 所以我覺得 呃魚有容焉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我去頭去尾而且我隱藏一下他的身份 所以我把這個重點講出來就好 他說以後所有的法律系都應該把你的研究方法列為必修中的必修 他說台灣司法會搞到今天這種似是而非令人不信任 甚至不服不屑 根源就在於邏輯不好 又沒有好好學證據法則 超舒適的亂套 三重認證只要對上一重就認為套上了 舉證的檢察官這樣無知 法官也是一樣 有時還拿一重再套錯上加錯 搞到不知所云 那這位大律師事務所的大合夥人 大的這個國際合夥人 他說追根究底就是沒有你的這種清晰的邏輯 他說我是說真的司法改革在台灣別無他法 必須在學校裡面推動你的這個研究方法課 列為必修中的必修才能收效 我不敢當 那接下來呢 他就跟我講了一些他的這個背景 他做的事情 他確實是一家在國外非常非常非常大 比那個Pinson Masons 比那個倫敦大學什麼施呼嚨他們委託的那個律師事務所 大好幾倍的一個律師事務所的重要的國際合夥人 他說 他說我自認為我有邏輯天分 他說但是我沒念你那麼多的書 知道不對但說不出你的那一番有理論的論述道理 現在才體會到念書還是很重要的 他太客氣了 他說不能光靠天分 何況大部分的人天生邏輯都不好 最後他說你今天節目等同是在上課 真的很精彩 非常佩服你繼續加油 好非常謝謝 其實來自我們的鐵粉 來自我們宇宙政院學院的同學 不管你是從澳洲寫信來 從英國寫信來 從加拿大寫信來 新加坡寫信來 從美國寫信來 那我今天還接到了這個 就是跟一個在香港的一些朋友們 通上電話 就他們長期其實很關心台灣的司法 關心台灣的人權 其實這些來自各個地方的小小的問候跟稱讚 對我對宇宙政院學院的同學們來講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激勵 好我再次感謝 好我們介紹廣告之後呢 我今天還是要再來上一點課 今天上什麼課呢 今天要上的是什麼是充分條件 什麼是必要條件 要證明蔡同學確實有博士學位 就跟要證明街頭藝人彭P是公的 是一樣的 他的研究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對要證明彭P是公的 跟Pico一樣是公的 跟要證明蔡同學有博士學位 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待會我會非常非常的編辟入理 淺顯易懂的 跟大家上一堂 邏輯課中間的充分條件跟必要條件 我們來看看 除了三段論法的因果關係之外 很重要的核心是 要證明蔡同學的博士學位是真的 他有一些必要條件跟充分條件必須滿足 其實這個很簡單 法官也好 檢察官也好 拿一個方格子 拿一個格子畫一畫 充分條件 必要條件 然後寫一寫 最後檢驗 結束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論述是真的是假的 不用寫那麼多 也不用抄蔡敦明的 也不用抄什麼蘇俊雄的 你抄一抄彭文正的就可以了 那兩個法官大法官太大了 太有權威了 不用去找這麼有權威的人 你找個街頭藝人 小教授彭文正 他的研究方法書就可以了 這研究方法書呢 聽說賣的不錯 我出了繁體版 那因為我跟國外的教授合作的 我們一個人分四個人 新加坡的教授 美國的教授 我跟另外一個新加坡教授 四個跨國際的教授 一個人寫三章 出了一本社會科學研究法 那在國外賣 也好像有這個簡體字版本 也到了中國 在販售 那在台灣也出版 下次要請這個劉成武檢察官 如果你要引用學獸的話 不妨參考一下小弟的著作 好 進段廣告之後呢 我們要來論述一下 劉成武檢察官的第一份作業 到底合不合格 不過在今天呢 一開始節目當中呢 我們再來唱一唱笑歌 激勵一下人心 因為神經上告訴我們說 就是在患難中也要歡歡喜喜 所以這個時候莊孝維就出現了 帶大家唱歌 因為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 很簡單 當我們心生盼望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沮喪 我們就不會一直消沉 我們就不會被魔鬼所秤 所以我們就不會羞恥 這是聖經上面告訴我們的 好 今天很久沒有聽 蔡同學的一首歌 不是蔡同學的歌 是我做的詞 跟我唱的歌 我清唱的歌叫做 我作弊 好 來 我們聽一聽 作弊是一種很玄的東西 如影随行 無聲有無息 觸摸在心底 轉眼 吞摸你在學位裏 我無力抗拒 特別是選舉 喔 喔 喔 想低到 無法呼吸 恨不能力氣 朝你狂奔去 大聲地告訴你 呃 願意寄你 呃 願意寄你 封存的是你 我願意寄你 老是沒姓名 就算多一秒 停留在國土裡 丟戀世界也不可惜 發願願為你 發願願為你 臺灣銀為你 蓬皮靜為你 被放逐天際 只要你真心 那論文與我回應 打AZ都願意 吃賴豬都願意 為你 咦 咦 隔 一筆 達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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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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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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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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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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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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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看 观看看 观看看看看 观看看看看看看 观看看看看看看 观看看看看 вообще 當然前提是說不能夠有人造假 我現在講的是純自然的現象 不能有人造假 那麼到了社會科學就很困難 社會科學幾乎你找不到任何一個所謂的充分條件 就可以證明什麼的 不信你列給我看 因為社會科學是人的行為科學 人的行為科學就讓我想到耶利米蘇吧 我看一下耶利米蘇對十七章九節 耶利米蘇上說 他說人心比萬物詭詐壞到極觸 誰能視透呢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 這是耶利米蘇上說的 所以人類的行為科學 很多東西都可以造假 所以沒有所謂的充分條件 充分條件非常困難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充分條件 你說我只要拿出身份證 就證明我是中華民國國民 這樣對嗎 檢驗我是我的DNA 檢驗我的性染色體 可以證明我是公的 這件事情只要檢驗的過程沒有問題 這個是百分之百正確 但是只要我拿出身份證 就證明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這個通嗎 未必通 為什麼 因為我身份證可能是偽造的 可能是買來的 可能相片是貼過別人的 所以在這個所謂社會科學的認證當中 要一槍斃命的 所謂的充分條件是很困難的 充分條件的意思是說 只要具備這個就可以達到 結論這叫充分條件 所以各位想想看 有什麼東西是 蔡同學可以拿到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博士學位的充分條件 沒有 沒有一樣東西可以當成 蔡同學可以拿到倫敦政經學院的充分條件 你說畢業證書 哎呀畢業證書就三份嘛 你說哪一份才是對的 對不對 你說 這個論文 這個論文上面錯了444個字 而且 沒有因果關係 因為2019年才出現的 所以你說拿到論文算是充分條件 可以一槍斃命嗎 不行 對不對 所以 沒有一樣東西單獨拿出來 可以證明蔡同學是倫敦政經學院的 1984年的博士 你說倫敦大學發聲明可不可以 很多1450還有 北美教授協會有一些真的是 頭看不到第三個東西啊 的那種教授 他們就一直在講說 那倫敦大學說了算 問題是倫敦大學政經學院作弊前科累累啊 前面有斯里蘭卡副總統的兒子 總統的兒子普雷馬馬賽 在之前有格達費的兒子 ZAEVE 格達費 諸如此類的事情 在全世界都層出不窮 所以你不能拿一個學校的聲明來證明 因為 學校的聲明 頂多是必要條件中的一個 好 現在我就來提到什麼叫必要條件 好 那麼 當然我們有充分條件 就有不充分條件 就是說 不充分條件 意思就是充分條件的反面啦 通常我們不太會去提不充分條件 因為充分條件的意思就是我一槍斃命 我有這個就證明了一切 比方說啦 剛剛講的 我去驗我的染色體 得到XY就知道我是公的 那不充分條件就是說 染色體認出來我是XX 那就證明我不是公的 我是母的 好 那現在回到另外一個概念 叫什麼叫做必要條件 什麼叫非必要條件 什麼叫非必要條件 好我們先來看看必要條件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好 蔡同學要拿到博士學位的必要條件 就是說 蔡同學是真博士 那就一定需要什麼 這叫做必要條件 第一個 他是架槓的特殊 他就一定需要有一個 畢業證書 而且是合法的畢業證書 第二個 他如果是架槓的特殊 他就要一定要有一本 合格的畢業論文 這樣不夠 他如果是一個架槓的特殊 他一定要有他的博士論文 在當年的入館紀錄 你後面掉了 那是掉的事情 一定要入館 因為學生的這個課業規定 學位規定上講的非常清楚 你必須完成論文的繳交 才可以取得學位 那所有讀過書的人都知道 你還必須辦完禮校手續 你才是架槓的特殊 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我不在這裡一一贅述 免得透露了我們的策略 也就是說你是一個架槓的特殊 那你就一定必須具備這些條件 那叫做必要條件 同樣的 如果你拿到一張畢業證書 要證明畢業證書是真的 也有很多必要條件 比方說 如果你是補發的只能一次違憲 如果你是補發的 你必須跟當年是同樣的簽字 同樣的內容一字不差 如果你要證明你的畢業證書是真的 你必須證明上面的所有簽章簽字 都不是偽造的 那叫做必要條件 同樣的你要證明一本博士論文 是真正的博士論文 它的必要條件是 這本博士論文是經過assessed version 就是經過評估的 是經過internal examiner 跟internal examiner的背書的 而且它必須具有表面效度 就是你這個論文要長得跟別人一樣 別人是單面印刷 你是雙面印刷 別人有版權頁你沒有 別人有這個你沒有 我就不多說了 反正蔡同學的論文 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有一頭拉苦 那這些所謂成為合格論文的必要條件 它就沒有一項符合 所以我說今天 一個人要取得架槓的 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法律博士 他的必要條件 零零總總 我們在整理證據的時候 至少有20項 今天的問題在蔡同學這20項都沒有一項講得清楚 也就是說必要條件沒有一項講明白 這叫做今天蔡同學在證據法則上面 完全站不住腳的原因 因為我剛剛講過 社會科學人類行為很不容易有充分條件 所以要證明蔡同學有博士學位 這件事情上面的充分條件在世界上找不到 你沒有辦法找單一一樣東西說有這件事情就能證明蔡同學有博士學位 沒有 因為人心比什麼都詭詐 誰能試透 這是耶利米蘇上說的 你這個單一證件很可能是這邊弄來的那邊弄來的 但是要證明蔡同學有這槓A博士學位的必要條件 大概可以列出20項 如果這20項都滿足都符合 那就可以證明蔡同學有博士學位 大致上是這樣應該是沒有錯的 好問題今天有必要條件就有非必要條件 今天蔡同學呢拿出來的所有物證 我用一句話說破了 就是那都是非必要條件 那叫做無法的啦 什麼意思呢 今天要證明街頭一人是公的 跟Pico同性別 我如果今天我去拿了我小學時候的照片 說你看我小時候理短法 我小時候寫給隔壁座位同學的女生的情書 證明我是男的 這些東西能夠當證據嗎 或者證明小時候呢 呃我這個 喔我高中念師大夫中 所以證明我念男校 所以我是男的 這些通通都叫做非必要證據 為什麼 因為我是女的 我也可以暗戀我旁邊的那個女生啊 那我去念師大夫中 也有可能像唐鳳這樣啊 我可能是經過了某一些手術 或者經過一些某些特別的認證 或者是自我的這個 像現在在美國大學裡面 性別是自己認定的 有些有些學校 所以就美國現在很多學校越來越糟糕 就是說這個把這個上帝給人類的最基本的倫常都給破壞掉了 好那如果今天某種可能性我一樣可以去念男校 所以這些東西都叫做沒有證據力無聊的非必要條件 可是偏偏今天蔡同學在法庭上拿出來的所有的證據都叫做非必要條件 他拿了什麼呢 拿了他當年取得倫敦政經大學的入學許可 那學校發給他的一封信 有了又怎麼樣 我當年進了Wisconsin Madison 但後來沒畢業 那你拿給我 我拿入學通知怎麼能代表我畢業呢 第二個 證明某一個刊物上面有我的名字 上面寫了一個PhD 這個也是非必要條件 因為這種年代久遠的印刷品 更何況這個印刷品上面 明白的寫著說 這些是一個研究所學生的研究題目 並不代表他們畢業了 而且更何況蔡同學在三個年份當中出現三個不同的題目 所以這種物證叫做非必要條件 你拿得不好嘛 就像我要證明我士大夫同畢業 所以我是難的 我是工的 或者是我小學的時候暗戀我旁邊的女生 所以我是工的 那根本非必要條件的風馬牛不相及嘛 我是女的 我也可以暗戀我旁邊的女生啊 對不對 不信你去問蔡同學 我這樣的說法對不對 那就好啦 所以 這些在黃偉檢察官拿出來的這些東西 什麼口試通過通知函啊 什麼學位取得通知函啊 那些東西都是非必要條件 為什麼 口試通過之後 你的論文沒有改 沒有繳交 沒有入管 你還是拿不到畢業證書啊 還有 就算你拿到博士通知函 但是你沒有完成離校手續 你還欠著學校的東西 你跟學校之間還有一些權力一無未了 比方說 我在威斯康辛說 最重要是你的論文那一本 沒有經過學校的一位老太太 拿著一個放大鏡去檢視你的每一個步驟 每一個細節 包括你的頁碼 距離的寬度 你的印刷你的紙張你的棒數 如果沒有得到他的許可 他就不會收下你的論文 那麼 他就不會把你的論文送到圖書館 那麼你就沒有畢業 指導教授什麼誰跟你簽名說你畢業了 口試委員說你寫的講的好棒棒 Bloody hell 給你1.5個博士學位都沒有用 因為你沒有完成離校手續 所以我剛剛講過離校手續是你取得博士學位的必要條件 好 那你說 喔那那麼棒 那離校手續應該是充分條件喔 錯了 我被退學我也可以完成離校手續啊 對不對 1982年11月10號 financial difficulties withdraw 我withdrawal也要離校手續啊 我不能withdrawal以後就拿著學校的籃球就跑啦 不還啊 不行啊 離校手續就是你跟學校之間的所有的權利義務關係 了結了 那叫離校手續 不管你有沒有拿到博士 你都要有離校手續 所以離校手續 這一件事情沒有做 你就拿不到學位 做了沒有未必有學位 不做一定沒學位 所以這個是你取得倫敦大學政經學院的必要條件 偏偏經流程無檢察官 必要條件跟非必要條件傻傻分不清 拿了一堆黃偉拿出來的證據 弄的落落腸 可是這些東西當中每一個都是非必要條件 我再回到剛才的 要證明我是男生必要條件之一 其實也是充分條件 他既充分也必要 就是厭我的染色體 如果我的染色體是XY 我就是男的 我就是公的 沒什麼好講啊 我不需要去拿什麼 我日記我暗戀哪個女生啊 我小時候李平頭啊 高中念師大附中啊 那通通不必了 那些東西都叫做非必要條件 因為那些東西都可以改變 所以同樣的 蔡同學你的博士論文 是你取得合法學位的必要條件之一 而你的合格的博士論文 又還有很多的必要條件 比方說你的口試不可能發生在10月16號 你的口試呢 必須由一個校內一個校外的指導老師 來進行口試 比方說你的這個博士論文 是不可能錯了444個錯字 而沒有改 比方說你不可能你的這個合格的博士論文上面 連指導教授的名字都寫錯 好更重要的是你的博士論文不可能寫了之後 不收錄在那個IALS還有 Senate House Library 所以那些東西都是你取得合格博士論文的必要條件 偏偏今天黃偉檢察官跟劉成武檢察官 不知道是故意裝傻還是沒有學過邏輯 拿了一堆的非必要條件出來混沖 什麼口試通過通知函呢 更何況沒有人簽名 好什麼博論文這個學位通知函呢 那些東西都非必要的條件 我說過嘛 就算我取得這些信 後來我的論文沒有改好 沒有送回去 沒有給最後的這個教授做這個最後的合格 沒有送回圖書館沒有完成學位的這個離校手續 那我就拿不到學位 所以你拿那些東西是一點用都沒有 就好像我舉最後一個淺顯的例子 要取得駕照的必要條件 第一個筆試要過 第二個錄考要過 好那於是我拿的筆試通過通知函 錄考通過通知函就說我取得了駕照 這樣通嗎 這兩個必要條件我都滿足啦 這樣我就可以取得駕照嗎 錯大錯特錯 還有其他的必要條件你沒有fulfill 你沒有完成你就沒有修你就沒有駕照 比方說你沒有繳費 請問你沒有繳費你怎麼拿駕照 你沒有提供照片你怎麼拿駕照 你的駕照上面沒有照片你是空白的 你沒有完成繳費的繳交照片的 還有填寫資料的必要條件 那麼你考筆試考路考沒有用 你還是拿不到你的駕照 縱貨你手上有筆試通過通知函 路考通過通知函 那是沒有效力的證據 因為它是必要條件中的某一些部分而已 你沒有完成所有的必要條件 所以今天我再跟大家 大家就做了這麼淺顯的一個充分條件 跟必要條件的關係 從證明街頭藝人是公的 他的必要條件 其實就是他的充分條件 只要做一件事情就解決了 那就是驗我的性別染色體 就這麼簡單 其他的東西都非必要也沒什麼意義 同樣的蔡同學今天要證明他的學位是真的 沒有一個充分條件可以證明他是真的 因為人心比萬物詭詐 人的行為都可能造假 於是我們需要很多的條件 這些條件叫做必要條件 就叫做缺一不可的條件 每一個都過關 才能夠證明蔡同學具有真正的博士學位 答案就這麼簡單 所以劉成武檢察官企圖在他的第一份理由補充狀中 做兩點論辯 在前面兩頁寫了一大堆的學說 第一個他想要讓舉證責任翻轉 希望讓我做一個被告也要負舉證責任 第二個他試圖用間接證據跟間接的關聯性 來證明直接證據 也就是說他想要用一些非必要條件 作為某一種的聯想 或者是部分的必要條件 而忽略了其他的必要條件 就直接跳到結論 想要把它當成充分條件 這就是因為他邏輯沒有學好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充分條件 什麼叫做必要條件 好十一頁的理由補充狀 希望我只講了兩頁到現在漏洞百出 後面還有更多的 我希望透過這樣的機會 跟所有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還有跟很多司法界的先進們 交換一下證據法則 從我們做社會科學研究法的角度來看 要怎麼樣才能夠完備 怎麼樣的判決才能夠讓人心服口服 在節目最後呢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我們的節目呢 很需要你的按讚小鈴鐺跟分享 還有現在兩個在北美的台橋所發起的活動 需要大家去聯署 一個呢就是在change.org 大家可以掃描旁邊的這一個QR Code 好這個QR Code呢 這個聯署是要向這個臉書的創辦人 馬克祖克勃Mark Zuckerberg去叫他去控訴說 今天蔡同學的這個Cyber Army 就是他的網軍在台灣做了多少令人髮指的事情 請Zuckerberg正視他的臉書 被這一群人呢用來作為殺人 毀人名譽跟各種各樣的製造假新聞的工具 請Mark Zuckerberg來正視這個現象 那另外一個就是像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就讓國際刑事法庭控訴蔡同學陳時中 還有這個蘇貞昌這三個人在台灣的疫苗政策上面 所做的荒腔走板的事情 希望國際刑事法庭能夠看到台灣現在面臨的 非常大的人權跟生命的威脅 好這兩個QR Code 請大家呢努力的去掃 然後填上自己的名字 還有自己的這個相關的電子郵件的信箱 然後就會完成這個連署的動作 好接下來我要來跟大家說的是 363頁的This is a note 到現在已經有了500多個錯字了 上面數在第七行 右邊第七個字 這個字呢非常的有趣 出現了一個什麼怪字呢 這個怪字喔 叫做Sacial S-E-C-I-A-L Sacial 這沒這個字 摩釣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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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釣著你 欸這什麼怪字啊 原來是一個再簡單都不能再簡單的單字叫 Special 欸 Special 都拼錯你說你說你是個博士 S-P-E-C-I-A-L Special 特殊的來美日一詞 呲 Special 這個字能拼錯我也真服了你蔡東絕 解釋是 Not ordinary or unusual Not ordinary or unusual 就是不平常的不平凡的 就是special 它的造句呢是 The car has a number of special safety features The car has a number of special safety features 就是说这个车子呢 有一些很特别的安全上面的装置 这就是今天的美日一词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 要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 今天要分享的是诗篇 诗篇是我很喜欢大卫的诗篇呢 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念 会得到非常大的心灵上的满足 因为这是一个祷告的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你不知道跟上帝说什么 就看诗篇大声的朗诵 另外诗篇呢也是上帝的话语 可以来安慰你 诗篇一开始翻到第一章第一节就是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站醉人的道路 不坐卸慢人的座位 上帝勉励大家呢 不要从恶人的计谋 不要站在恶人的道路 不要坐在卸慢人的座位 跟大家互相共勉 祝大家平安喜乐 有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